大家好,我是小花秋天麗 除了想起流鼻血之外 我一想就想到 嗯,是時候要出動我的 好順烈焰 眉化妝就先戴 今次我會戴Wonder Arquaville Divine 黑色 上次Pose完Shashado送給我的 產品相片之後,很多人都問 可不可以用給他們看? 好,今次我就盡量用多些 今次的粉底 我會用Shashado Share and Perfect Foundation 這粉底最特別是有光學技術 光學技術可以把不均勻的膚色 又或者小瑕疵遮蓋 想的方法可以用Shashado 這個粉底掃 以人字形的方法 掃開它,由中間掃下去 這樣臉看起來會比較瘦 這粉底夠薄,夠自然 不過遮瑕度紫熟中度 所以如果你追求完美 就可以用NATURAL FINISH CREAM CONCEALER 只需要沾一點 然後點三點在黑銀圈的位置 又或者點在你需要遮瑕的地方 再輕輕推開它 又或者印開它 就可以遮到你的瑕疵了 這支遮瑕膏 是小花近來的私心推介 因為以遮瑕度來說 一點都不厚,還很舒服 接著會用少許胭脂 印在笑起上來凸出來的地方 少許就夠了 Shashado 的這盒眉粉 我用完之後 嘩,大讚了 它裏面內附的這個眉掃 真的超好用 超容易控制 首先我會用比較淺色的地方 畫眉頭先 接著會沾深色的那一部分 就會畫眉的尾巴部分 最後當然要修緝一下 畫眉小貼士就是畫的時候 千萬不要有表情 要沒有七成六肉 還有畫的時候 儘量和鏡子保持水平 下一步就是用它的眼影管 不過是用來塗鼻影 其實鼻影很簡單 拿它本身附有的掃 輕輕掃在鼻樑的旁邊 然後再用珠光白色掃在鼻樑 不過千萬不要掃那麼多 我們還可以用來 打開其他地方 蘋果肌 還有就是下巴 還有我們的嘴角 還有我們的唇山位置 然後我們就要畫眼線 眼頭的位置 可以畫得很幼 但去到眼尾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畫粗少少 然後再拉長它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就是踢上去 認了小貓眼的效果 今次的眼妝想盡量清淡 所以眼影都沒有落 甚至乎我睫毛都沒有夾 直接就塗墨塗 輕輕拉長我們的眼睫毛 不過不要忘記下眼睫毛都要塗少少 去到唇妝 我首先會拿回剛才眼影的啡色 塗在嘴唇下面的地方 加深輪廓 接著這支是Shashado最新出的唇漆 它的賣點可以幫我們的嘴唇沖起 用之前一定要搖還它 接著我會先用它 勾一條唇線出來 其實唇漆有什麼特別呢 其實唇漆就是有 Lip Gloss的滋潤度 但同一時間 它也會好像唇膏一樣 那麼實色 勾完整條唇線之後 我會好像填顏色一樣 填滿整個嘴唇 下唇的地方 我會塗出界一點 讓它可以再砰上我的唇 間中我會用這個小技巧 就是用我們的指甲 將Lip Gloss向上 踢上去 就可以營造少少嘴的效果 普通的紅唇又怎能滿足我呢 所以我今次就會施展 紅唇點金大花 它這支蜂唇金漆 就可以單用 又或者配搭其他Lip Gloss去用 我會點在嘴唇比較內側的地方 這樣看上去 立體感會更加重 而且我覺得 也挺適合來 逗荔勵使用的 那些長輩一定喜歡 又紅又金 當然不能夠像蘇乞衣一樣出街 所以Dress Up 一到秋天我就喜歡把整個頭捲成眉毛 然後再用頭色點綜一下 感覺上好像會浪漫一點 嘿嘿 香港真的有很多好好的手作人 這條字母頸鏈就是香港的一個手作店 Oh my dear 的手作仔 不過我已經不小心弄爛了 這個頭色就是Litl幫我在日本買的 由於極愛Vintage 所以眼鏡框我通常都會選一些復古一點 Vintage的款式 也是那句無物不歡 這條幫我在Tutu Anna買的 而對蟹就是你們其中一位 和我通風報信 告訴我Instagram又得代購 於是我就買了 一向首飾都喜歡幼身的 粉紅色就是在韓國買 藍色就是在Diti Kaka買 這兩條就是和Paul哥在泰國買的行運首飾 最近小花情迷Majestic 聰明人的衣服 佳因他今季的衣服 全部都很有秋天的感覺 亦都令到我變得很少女 好像今次的這件T恤 和這一條裙 其實都是在Majestic Lego買的 希望大家喜歡我今次的這個 秋天的妝和衣著分享 我們Facebook和Instagram見 拜拜 我們Facebook和Instagram